五角大楼最近提交的正式采购报告显示 新一代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预计将花费52亿美元 远高于2016年预估的32亿美元 这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初宣称 砍价10亿美元沦为一个笑话 然而根据五角大楼首度针对总统专机提出的完整预算案 预计将花费列出47亿美元成本 用于采购和改装飞机 比此前的预测要高得多 再加上机库建设工程等成本 总开支甚至将超过52亿美元 空军一号造价之所以居高不下 部分原因是必不可少的改装费用 除了具备飞机的功能之外 空军一号还需要安装大量安全通信系统 防核爆电磁脉冲的加强型电子设备 能拦截导弹的防御系统等军事化设备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 由于空军一号需要使用大量第三方提供的设备 波音实际能让步的价格空间非常有限 美国航空业分析师阿布拉菲亚曾评价称 特朗普砍价10亿美元的说法 只是一场政治剧